同时呢不为人知道呢 他是说他能听得懂动物的语言 这么一个人 他查出了这个癌症 他查出了癌症 可是他不相信他的医生 他觉得他身体非常好 然后呢就到Mail Clinic 就在明尔西大离我家 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 他到Mail Clinic来 他说我只相信这里 他Mail Clinic如果说我有癌症 那我就治疗 否则的话 我就不相信我的那个医生 所以呢他就约了这个appointment 然后我呢 他就投奔我这里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都认识他 所以我就亲自开车 到那个Mail Clinic 陪他去检查 检查完了之后呢 果然如他所料 这个医生说你还好着呢 你回去吧 所有的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这样呢我们就回来了 但也是因为这个古董 我们认识的很早以前 那就是那我就说 如果你你过来了 既然到这里来了 你干脆在我这个mini app 在我这里玩几天再说 然后我正好陪你逛一逛 这边的这个比较好的古董店 这么着呢 他就在我家里住了这么四五天的样子大概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家有一只小猫咪 一只黑幽灵 现在他已经七岁多了 他已经七岁多了 然后他的名字叫南瓜 然后我管的叫南瓜派 他一来 这个南瓜派就追着这个老教授 老教授临走的时候呢 就跟我说 南瓜派很孤独 I don't know what I do It's kind of so boring 他就说 类似这样的话 他觉得 我的家的小猫告诉他 非常 他说他的生活非常无聊 不知每天干什么 就觉得也没有意思 我当时就觉得 也没有特别在意 但是 这个老教授走了以后 我越看我家那个小猫 就是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当时以前 没有特别注意他的感觉 因为我只是觉得 他是一只猫 我就是 平时喂喂他 玩玩他就可以了 我就给我的两个孩子 还有我的先生 我就说 要不然咱们还是给南瓜派 找一个 伙伴吧 所以我们就去了 这个 就当时买我们家 这个小猫的 这个宠物店 我们就去了那了 去了那之后 就是各种各样的 小猫好可爱 很健康的 各种各样的小猫 然后我们都看得 眼花缭乱 这唯独我家的 这个小布布呢 他就站在当初 就是观南瓜派的 那个笼子那 他就在那里 就是看着 一只小猫 就在那里 站了很久 后来我就说 哎 布布你 你到这边来看 我们这有 就是有很多 雪白的小猫呀 特别可爱 还有其他的 那个品种啊 什么的 然后呢 布布呢 就对着一只 很普通的小猫 在那里 他妈妈 我想我喜欢 这只小猫 后来我就走过去了 我一看 这个猫呢 就有点那种 就 very weird 就是他脑子 老是这样歪的 那个小猫 就脑子这么歪的 然后看你的时候 他这样看 就知道吧 就像那个 孩子不健全 似的那样的 后来我就说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喜欢他呢 不像我们买猫 都要买一只 非常漂亮的 很可爱的那样猫 你看这个眼睛 又斜又歪脑袋的 不要这只 当时我就想 不要这只 他说我不知道 我就是喜欢这只 后来我们就把店员 叫过来了 我说 这个猫是不是有毛病啊 是不是 你看他的脑袋 为什么是歪了的 而且他那个眼睛 就有一只 是斜的 是斜式的 那个店员就告诉我们 说这只猫的前 这只猫是刚过来的 说他的前天 他的主人 就是因为癌症 刚去世 这个小猫 就没有人爱了 但是呢 就是人家送猫 来的那个家人呢 就是说 这个主人很爱他 因为这个小猫 刚出生的时候 他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就别人都把那个 都挑走了 就只有这只 没有人要 而因为呢 这只猫生下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大的肿瘤 在这脑子 这个 这个脖子 这有一个肿瘤 后来呢 就 这个主人呢 就 把他收养了 收养之后呢 就给他花钱 把那个肿瘤 给拿下去了 就动着手术 后期呢 在癌症过程中 这个 这只小猫很小 然后就 就一直陪伴着这个主人 后来这个主人就去世了 小猫就 被送到这个宠物 宠物店里来了吧 就这样的 哦 这个小布布 我这个小女儿 听了这个 就更坚定不移的 就是我就要这只小猫 但是店员说了 也许那个会好的 也许 也许永远不会好 嗯 他也 反正不管怎么着 就 觉得就是 我的两个孩子 我大女儿 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无所谓 当然他现在也是一个 爱猫人士了 我的先生 就完全听这个小女儿的 呃 我呢 当然就 也听孩子的吧 就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 小猫接回家 然后这样呢 南瓜派就有了伴儿了 南瓜派是个小男孩 当然他就是刚出生 就给fix了 就 就等于是太监了 然后这个小女孩呢 现在就是 给他起了 布布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椰子 叫coconut 然后呢 这个小女孩也做了 这个 就是刚出生也就 就是 结扎了 等于是 就是他们不会有后代 so 这样的小猫呢 他就 第一个 他就没有什么味道 啊 就是比如说撒尿呀 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 当然也会 就不会那么浓烈 第二个呢 就是 小女猫啊 就是他 你就不会地游他们太多呀 反正他就会温顺很多事情 因为这几个原因 anyway 这样呢 南瓜派 刚开始 就对这个coconut非常有敌意 我的布布呢 为了照顾这个小coconut呢 因为他是新来的嘛 他那个时候呢 他害怕自己 他不会自己在一个卧室 所以他要跟姐姐睡 啊 所以他们两个一个卧室 那 那因为这个小猫呢 他俩就分卧室了 就是一个女儿一个卧室了 他就跟这个小猫 一个卧室 然后就给他装胆子了 然后 从此以后呢 这个coconut就成了 anyway最好的伙伴了 当然到后来anyway呢 也得了癌症 然后就是白血病 然后就这 六年六七年的时间 那这个我们收养这只猫七年多了 然后这个布布 就是六年多 六年多了就是 有这个白血病 所以呢 就是好几次 好几次以死亡擦身而过 都是coconut 他回到家都是coconut 日夜不停的在旁边 我们家那个 这个coconut 我们都管的叫 nurse coconut 护士coconut 然后这个南瓜派呢 像一个医生似的 偶尔过来看一下 检查检查 anyway 然后那个coconut 就是日夜不停的 anyway去哪 他去哪 除非anyway离开这个房子 否则的话 他是一步不离的 六年过去了 然后这个南瓜 coconut他呢 他的这个眼睛 然后也能正视别人 然后就好了 就他那个鞋是好了 那个歪脑袋 也就是好了 百分之八九十吧 我觉得 就有的时候 你还感觉他 有点那样的 但是呢 他就好多了 三天前呢 我从养鸭场 就是买回来 两只小鸭子 然后当时 那个养鸭场 其实是很残忍的 那个养鸭场 刚出生的那个小鸭子 比如说供的特别多 他们不需要特别多的供鸭 然后还有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有点毛病的 不太健康的 这样的鸭子 从那个鸡蛋里头 就那个鸭蛋里头 他们是电孵出来的 所以他们出生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 他们没有见过妈妈 电孵出来之后 漆了哭噜漆了哭噜的 然后就被拣选 然后被拣选的这些呢 就让他们去 去那个什么了吧 在很快的 可能是 两三个月这样的 然后就 把他们给塞的特别大 然后就 就被杀了吧 杀了之后 宰了之后 就到超市里去卖去了 这些鸭子 剩下的这些呢 是特别健康的 或者是 有毛病的 或者是公的 只是因为你是小男孩 就是公的 然后呢 就会被 绞 绞碎了 还是怎么着 然后就 反正就当垃圾 就给他弄死 就垃圾 就是在出生 在出生 非常短的时间内 可能几个小时 或者一天这样 非常短的时间 就能 就给弄死 我就挑了一 挑了两只 我也不知道是 公的 还是母的 我也不知道 但我丑的呢 一只大 一只小 好像一个母的 一个公的 但谁知道呢 也许两只都是公的 so 这样呢 就弄回家了 就抱回来了 这边后面呢 还是 还是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给布布 买这两只鸭子 布布 四岁的时候 四岁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呢 住在 Nostcoda 到春天的时候呢 布布放春假的时候 布布四岁 然后呢 就被我接到这里来了 接到我在米里斯多尔住 接到这里来之后呢 他就不知从哪儿学的 他一定说 妈妈 他可能看到那个电视里 那个小鸡 从那个蛋壳里出来 特别可爱 他说 妈妈 我要那个 把那个小 我要孵小鸡 你知道吗 那个小鸡 可以从蛋里头生出来 特别特别可爱之类的 后来我呢 一个是我可能 就不太会当妈妈 我也不会特别想多 因为每天工作又忙 然后我说 OK 可以 但我想 我给你 他给我要五个鸡蛋 我想我给你五个生鸡蛋 你给我弄碎了 怎么办呀 对吧 所以呢 我就给他煮熟了 我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我就说 行了 你拿走 拿去敷鸡蛋去吧 我也没跟他说 那个是熟鸡蛋 然后呢 他就 找了一个小毯子 弄了一个小窝 然后给他盖上 然后 还要很温暖的地方 然后过十分 他还 我没有想到他那么认真 过十分钟 就去看一下 过十五分钟 就看一下 想起来就去看一下 就打那个小毯子 打开说 哦 快了 我想起来快 非常非常的 patient 特别有耐心 那个小孩 一天 两天 三天 到了第五天 第六天的时候 第二 第六天早上 那就是 到了 星期六的早上 我就说 不不 大概十点多钟 我说 我们两个一块去散步吧 我们就到那个小河边 散步 我住的那个地方呢 叫 然后就是环绕很多 全部是 全都是大湖 全部都是水 然后出了门就是水 我就跟小布布呢 我们两个人一块散步 小布布很小 然后很开心那样的 在前面走 然后走着走着 他突然站下来 站下来 他说 妈妈 我觉得 我现在我有一个直觉 我的小 我的小小鸭子 当然是鸡蛋 我的小鸡已经出生了 我的小鸡 他已经出生了 他不能把那个家里弄得很脏 不然的话 他会把家里弄 因为他刚出生 他一定会很饿 他会在家里找东西吃 他会把我的地方都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喂他吧 后来我觉得好可爱啊 这个小孩太可爱了 好 我说好 走回去吧 然后他就在前面跑 一边跑 一边走 一边那个什么什么 他就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开个门 到了家之后 打开一看 愣了一会儿 哭起来了 就放声痛哭 哭的简直是悲痛欲结 我就觉得他那个眼泪就哗 就在空中飞似的那种哭 后来我毕竟这个玩笑开大了 我觉得开始内疚了 我因为我明明知道 我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这是一个 就是说没煮熟 是生鸡蛋的话 那个鸡蛋肯定也孵不出小劲来 再说那个就是孵鸡蛋 他可能那个鸡蛋是比较特殊的 或者怎么样 然后反正他那个鸡蛋是孵不出鸡来的 我明知 然后我又把它煮熟了 那这不是何其火来骗孩子吗 我有点好内疚啊 可是呢 出于某种原因 我又不想说 哎呦他哭的难过极了 我现在后来想起来 一个孩子拿出五六天的时间来 一会一看一会一看 多么大的耐心啊 然后他说 That's not gonna work 然后就哭了 就是 这是行不通的 这是我的孩子四岁的时候 第一个梦想破灭 是扼杀在我的这个 就被妈妈给扼杀了 从那以后呢 他还是有一些梦想的 但是有一些梦想 就是想做这个 想做那个 但是再没有以前那种耐心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愧疚 这是我作为母亲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后来我就想 如果要是现在的 现在知道怎么当妈妈了 可是晚了 因为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现在他不需要再去扶小鸡了 也不会那么头脑简单了 然后但是呢 这个事呢 这个孩子的这个眼泪 就是滴到我的心里头去了 然后我觉得哎呀 好不合格 如果现在是我的话 我一定 他说要扶小鸡 他那么可爱 那么天真的话 我就会就说 OK 我可能会有出于安全原因 我把那个鸡蛋煮了 我不告诉他 但是呢 我会同时联系 这个羊鸭厂 然后就会去 跟他们联系 会买 买上五个那个 快要出生的小 小鸭子的那个蛋 就是比如说 再过这么一两天 就又出生了 然后我 他会告诉我 人家农场主会告诉我 怎么样 保持这个温度 然后 你说这个鸭蛋 要是 在我女儿这样的监督下 看着下 他生出来这个 这个小鸭子 你说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孩子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哎呀 简直就不可 不可想象 可是我这个做母亲 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失败 啊 可是 这都已经过去了 那就 就这么着呢 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就买了两 两只小鸭子 然后呢 就告诉我的 我现在还已经14岁了 因为是这个脑死亡 又回来的原因呢 他有一些东西 他是停留在这个小孩那个时代了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东西是成年这个时代 就是 就是他有的 有的不是百分之百match这样的 啊 这样的话就 就 跟他一块亲近啊 然后如何照顾小鸭子啊 然后 我后来就看着那个小鸭子跟那个 我们家后来又有一只猫 就是 那只猫是一只小野猫 就是 美国名利说他非常冷 寒冷 半年的冬天 在最冷的时候 然后 在我们车库里发现的 我 我 其实野猫是非常难接近的 他 就是可能 他从来没跟人类一块 生活过 所以 我们只会远远的 给他水 然后给他 那个小房子 然后慢慢的 大概过了一年多 他才慢慢的开始亲近我们 现在你就是抱着他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他连眼睛都不会睁 他就呼呼睡觉这样的 现在有三只猫 两只小鸭子 我当时 把小鸭子带回家的时候 我就最担心的是这三只猫 我说他们会不会 啊 会不会就是 欺负这小鸭子啊 或者是要吃他呀 或者怎么样 结果 把这个鸭子带回来之后 竟然三个小猫 都没有这种 没有恶意 都 就都很 先是就是 很奇怪的看 看一会儿 那个猫就走了 自己就觉得 哦 这是我们家里人 家里的新成员可能 哦 这是不能吃的 就走了 那还有那个 像那个椰子呢 就会看 跟那个小木鸭子 闻一闻它 舔一舔它 这样的 反正现在呢 就已经 家里非常和谐 有着两只小鸭子 很可爱 这就是我的一个 就感觉 像我的先生 经历了很多坎坷 然后遇到我 当然我呢 也是一路坎坷走过来 然后步步 我的大女儿 然后这三只小猫 和我这两只小鸭子 我觉得呢 我们都是被上帝拣选的 你看这个 都是被上帝拣选的 我们每一个成家庭成员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今天 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感人感受 当然呢 你如果 我觉得 每一个人 这个信心非常重要 你要是觉得 活在这个世上 你觉得 你是被拣选的 比如说我们从 我们很多人 就是到美国 你觉得 有些人是非常志足的 他也很喜欢这里 那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拣选 比如我就觉得 自己是被拣选的 那就是 慢慢的呢 你也会 就学习到 怎么去爱别人 就是我的生日了 今天啊 4月22号 那个这个是 我的婆婆 就是和我的公共 专程送过来的 这个赫年卡 还有100块钱 然后 我呢 之前是 你看啊 我在中国的时候呢 是 就是我家庭的 特殊的原因是 是那个 这种爱是非常少的 就是被 被记得生日 可能 那个小时候记生日 可能顶多是吃一顿饺子 而已 后来 后来长大了以后 也就更加 父母去世 更不过生日了 然后 为人 妻的时候呢 初次为人妻的时候呢 是 你是要敬重 婆婆 敬重 每一个人 但是唯独忘了自己 你也不能记着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后来 到了美国 哎 我就发现 嗯 遇到Jeff之后 就发现 我呢 开始 重要起来了 就好像在别人的心里 重要起来了 在我婆婆公公 眼里 也都重要起来了 然后 他们每年记着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不是结婚纪念日 就是我和我先生相遇的那一天 都是我的婆婆公公记着 提醒我们 然后呢 还会会送来喝卡 或者是什么礼物 然后还有母亲节的时候呢 啊 因为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照顾步步 所以 母亲节的时候呢 是我自己 一个是可能 啊 这个分心太多了 就是全部精力放在女儿身上 所以 就是他们都会提钱 先定一束 先花给我 我叫母亲节 他又是应该我来送给您礼物的 我来 我应该是我来给您买花的 您老人家都八十多岁了 反而送给我花 我觉得就是 他very ashamed的 但他不要 你是妈妈呀 你 这个母亲节是每一个妈妈的节日 只要你是妈妈 你就过母亲节 然后 而且你是一个非常美大的母亲 所以 所以你那个什么 就 当然我的先生也会 他会想着这一点 就是提前要 给他两位母亲 然后钉鲜花呀什么的 但是我每年都会送 都会收到我婆婆送给我的 一束 那个花 就是母亲节的那个花 哇 我的步步 爱你以为 这就是我呢 觉得非常幸福的地方 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人非有信 不能讨神的喜悦 为什么总是瞧瞧信呢 为什么每次耶稣在治病之前 都问病人说你信吗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我们非信不可呢 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还有句话就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我们和神有一个本质的鸿沟 有一位哲学家叫康德 他就说过 他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只适合此岸世界 就说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 不适合彼岸世界 彼岸世界就是看不见的世界 康德在晚年的时候 写了一本心灵学 专门探讨鬼啊神啊 这些民间流传的 这些很神秘的这些东西 人说有感性理性 理性是最高的 可是现在我们就知道 灵性还有一个 灵性是最高的 才是人之为人的 那个生命力所在 耶稣说虚心的人 哀痛的人 谦卑的人又服了 因为这些人使用的是 他们的灵性 这个时候呢 神就会进入你的心中 小孩子为什么可以 见神的面啊 见神的果啊 因为孩子们凭的是 他的灵性 他的真诚 信心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他不是建立在一个医生的身上 是建立在神的身上 所以呢 信心不仅是唯一的通神的道路 而且是最有力量的道路 是获取神的力量的那个钥匙 所以上帝的拣选呢 他肯定不是随机的拣选 一定有上帝的理由 有些拣选就是说 为什么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有的时候你是暂时不知道的 可能过了几年 然后几个月 几年 甚至十年 二十年 你才知道 为什么你被拣选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两只小鸭子的来历呢 他是为了弥补 童年那个被妈妈扼杀的 这个梦想 就是孵小鸡 然后呢 被我给扼杀了 然后就有了 这两只小鸭子的故事 也许呢 今年 我们先试着养这两只小鸭子 也许明年的话 如果非常养的好的话 然后条件也允许的话 我可能就会养一大堆鸭子 那个Coconut 这个小猫呢 是因为 之前的 他那个主人 然后布布呢 就是一时非常非常的 他那种柔软的心生起 然后拣选了这只小猫 然后小猫到后来 成了他唯一的陪伴 就是 因为布布脑死亡 在恢复之后 他的那些小朋友 都会陆续的 因为就是跟不上了嘛 所以就 就是 都分到扬镳了 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有他们都会继续 然后到后来 就是一直 这只小猫 就成了他唯一的陪伴 然后再加上 这两只小鸭子 So 我就说上帝的这个拣选 他一定是 有他背后的幕 背后的一些 一些原因 有些原因 我们可能猜想到一点 但是可能 后面有很多原因 那两只小鸭子 为什么是这个 千千万种小鸭子当中 被拣选来的那两只呢 可能他们自己 也有一个原因 我们不知道的 他的拣选 一定是有理由的 而且理由就在 他所拣选的人身上 不管是哪一种拣选 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 第九章对十一节 神就对立百家说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阁是我所爱 以扫是我所恶物的 那么保罗这样的讲法 很多人就不明白 我们也就是很有疑惑 不是因为 以扫贪爱红豆汤的缘故 这样神公平吗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保罗说公平 怎么会公平呢 他下面再解释说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变成了两千年来 神学家们在讨论 在争论 在辩论 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束 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的 因为保罗后来呢 就强调说 这是上帝的主权 不是我们能明白的 那么二十三节呢 提到了说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所以保罗说 神有主权 神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 神可以用泥土 做一些得荣耀的器皿 也可以做 用泥土做一些 按二十二节的翻译 是要预备 遭毁灭的器皿 遥将哈 他做出来的一些东西 就是预制的 有些是预制的 有一些是民谣 有一些官谣 有一些是造出来 感觉不是特别好 还是要把它毁灭的 这是他的主权 因为人是被造者 上帝呢 是造人者 上帝是创造者 难道他还没有这个喜好吗 这不是你要回答的问题 你没有资格 就有资格的话 你就然而并无卵用 你从九章六节 看到九章二十九节 非常强调 神的主权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人只能顺从神主权下的旨意 但是神有给人自由 人在神面前有责任 我们绝不能把责任推给神 人有人要负的责任 人有人运用的自由 就是他给你自由 强调人要信 强调若不信 就不能被神拣选 得不到神的安典 神主权是真实的 人责任呢 也是真实的 神有主权 你有自由 可以拣选 神可以拣选你 你也有权利不听 这两个是并驾齐驱的 好 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